前一天还是卧星长胆 三年后已经是跨国公司的主管了 这样励志的故事 对他们来说就是转运的基本款 一点都不用感到意外 你有订阅New新聞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仿佛有神机护体 天生自带好运气的新作排行 Top3 第三名 双子座 好运气呢 喜欢不计较 懂变通的人 双子座的变通能力 就好像孙悟空72变一样 是十二星座里面数一数二的 他们善于搜集资讯 一旦对一件事情有兴趣 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去调查和研究所有的资讯 能挖多少是多少 先不说 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多么让人满足的事 在双子座看来 够了解才叫做喜欢 对一件事情不了解 没有追根究底 哪叫做喜欢呢 也就是说 这种执着探索的精神 让他们越来越擅长 把一件事情看清楚 弄明白 研究的透彻 挖地三尺 就是要对一件事情 清楚的掌握 这样的特质 位高权重的上位者 是最欣赏最喜欢的啦 在他们看来 善于搜集资讯 擅长透析事物本质 懂得变通 去连结资源的人才 才是最适合帮公司打江山哦 因此双子座一路成长 会越来越受到贵人的提醒和支持 当然在感情路上 双子座基本上是好相处 但绑不住的 这种风度翩翩 风情万种 但又若有似无的状态 让双子座在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占上风 别人都忍不住 想要用各种方法 去抓住他们的心 因为得不到的 才是最有魅力的嘛 所以双子座在感情上 也算是很好运喽 双子座好运关键 思维多元善于合作 我们来看第二名 双鱼座 不得不说鱼儿们 他们不是老板 就是有老板的体质 他们自己想事情 全部都是从格局啊框架啊 这些开始想起 当别人还在烦恼 吃什么穿哪件衣服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烦恼 人生到底要怎么架构 才能走到别人的前面 别人是从懵懂少年 慢慢变成社会人 而双鱼座呢 已经是从学徒心态 慢慢转向老板心态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差距 双鱼座这么有想法 跟他们愿不愿意 担负责任有关 他们不想负责的时候 基本是隐形状态的 或许在公园里睡一晚都没有问题 一旦他们意识到 人生之路 只有用自己的脚亲自丈量 才能梦想成真 那么这群鱼儿 马上就会变成核弹级的鱼雷哦 到哪里都能炸出一片新天地 当然啦 气势强的双鱼们 工作里还是跳跃式的往上升的哦 前一天还是卧星长胆 三年后已经是跨国公司的主管了 这样励志的故事 对他们来说就是转运的基本款 一点都不用感到意外 他们的财运跟他们的工作 还是相辅相成的呢 当他们的工作做得好 他们的正财完全就是鱼贯而入 很快就能复首付买个房子了 财运让人好到垂颜欲低 毕竟有些星座真的是多劳 也不一定夺得 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说过了 因为双鱼座有老板的思维 员工的努力 更让人嫉妒的就是 只要他们感觉对了 随便买个乐透就中奖了 发票中奖更是尝试 真的是让人羡慕啊 双鱼座好运关键 个性积极愿意付出 我们来看第一名 射手座 现在大家的生活蛮辛苦的 竞争多 欺骗也多 有些人习惯到处抱怨 为什么我没有父爸爸呢 为什么好运气都是别人的 射手座就是不会让自己 陷入情绪的黑洞哦 他们讨厌失控和被控制的感觉 情绪失控 事后就会后悔 想法被控制了 以后也会后悔 与其回不当初 何不现在就调整呢 别人看射手座大辣辣的 他们认真起来啊 情商非常的高 高情商不是为了满足别人 获取什么利益哦 在他们看来 高情商就是说服自己 让自己对某些不能接受的事情 学会转念 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事情 就必须学着调整心情 毕竟人生是自己走出来的啊 他们知道 只要不钻牛角尖 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向去接受 努力调试 就能让生活变得轻松很多了 懂得转为为安 这就是为什么射手座总是好运气啦 只要是认真起来 知道人生是打造经营出来的 不是混出来的 射手座宝宝们 个个都像后裔摄日一样 身怀绝技 看到目标 义无反顾 这种有勇有谋 还懂得调试自己 拥有高情商的品质 当然会吸引各种人想要接近他们啊 好运气 绝对爆棚 当射手座宝宝们没有勇气 觉得委屈的时候怎么办呢 家人 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们 绝对是他们的智囊团 避风港 欢乐骨 他们周围很容易围绕着一群 可以引起他们热血 让别人羡慕 给他们安全感的朋友们 就这么被大家包围照顾着 他们太好运了吧 射手座好运关键 天生乐观 心胸宽广 让自己运气好呢 有几个关键 大家掌握好了 也可以有好运气哦 第一 尽量让自己开朗 保持开朗的心情 你的积极和信心就容易被激发出来 第二 设定目标 没有目标的努力 很容易浪费时间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算好运来了 你也看不懂哦 第三 坚持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起伏的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心态 如果你能够坚持你自己想要的 时间就会为你带来好运气哦 好啦 祝大家心祥事成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